05年这只太阳应该是本世纪最出色的一年 他们在签约纳什之后 凭借纳什的跑红战术 他们就此成为了联盟渡冠热门球队 并且纳什在这个赛季场均也可以砍下15.5加11.5的数据 除了纳什之外 小斯在经历三年成长之后 他也来到了巅峰期 常规赛场均可以砍下26加8.9的数据 再加上单打桥本球员的援助 太阳在这个赛季极致实力 在季后赛他们也打得比较顺利 最终来到了西角 在西角上太阳的纳什和小斯也非常出色 其中纳什场均可以得到23.2分和10.6个助攻 命中率也达到了52.2% 还有正处于巅峰期的小斯 他面对登肯砍下了37加9.8加1.4的数据 同时还有两个感冒 你要知道他的命中率也超过了五成 那么他们为何以一道次输给马次呢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GPD的存在 我们先来说说邓肯的表现 他在总决赛虽然没有小斯那么进方 但还是拥有27.4加13.8个加3.2 同时还有2.25个盖帽 他在攻守两端同样非常出色 而马努和帕克也都得到了成长 马努场均为22.6.2加4.8的数据 还有马努的20.1加3加4.2的数据 所以在这个时期即使小斯和纳什都在巅峰期 但GPD也都处于巅峰期 他们两个场均可以看一下70分钟 并且他们三个也都非常全 面并很稳定 多点开花也让太阳很难招架 毕竟三个人还是要好 有两个人 太阳惨霸也将成为现实 篮球殿堂 一个值得你订阅的篮球账号